柔和的月聲讓人聽了放鬆身心 智選文教嘉義終身學習中心 生活美學講座 為忙碌的心靈充寶殿 同一個場地 還有木心木愛市集 看到大家這樣子 大家都很發心地來 然後就是也很滿載而歸回去 很開心 擺攤市集非常熱鬧 有小農栽種的無毒有機蔬果 還有手工皂跟天然精油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來響應 然後廣具大家的一個善心善心 同樣是為了幫助土耳其受災鄉親 台中市城鄉發展協會 跟慈激志工合作 路邊擺攤民眾響應 在二十幾年前九一大地震 那種我們感同身受 會聚大家的力量一起共善共愛 大海新聞專善美志工 陳興本位於縣黃智芳許凤娟 嘉義台中綜合報導 在 bers